星期一,一个有组织零售犯罪团伙被捕 该犯罪团伙曾在Laverne市一家Coles百货 倒走价值超过3,000元的商品 Clermont警方表示 他们定位并拦截了4名嫌疑人逃跑所乘坐的车辆 并在车内发现大量来自Coles百货的衣物 在此过程中,有3名嫌疑人在车内被捕 另有1名嫌疑人试图步行逃跑 随后亦被警方逮捕 嫌疑人乘坐车辆内有约50件Nike品牌服装 价值约为3,300元 4名嫌疑人均来自Marino Valley 然因涉嫌入室道市持有被盗财产、串谋 以及干扰警方执法而被逮捕,并记录在案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